大家好,我是宋雲,欢迎回到香港黄金一代HK GOLDEN GENERATION 或者HK GENGY的频道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些跟香港没关系的事情 你知道了,过两天就美国大选 现在就进行得如火如兔 不知怎样,大家都不知道 或者Joe Biden或者Donald Trump哪个会赢 那我就有美国投票权的 一早几星期前已经投票了 我就用邮递方式投票了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今次竞选的候选人 我就不是讲那两大党的候选人 不是讲Trump 或者拜登 就讲讲其他有什么候选人 在今次竞选的角逐 有些先鲁民之的政党 或者你可能从来没听过政党 有些政党甚至是有些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食材 那就是啊 待会大家分析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什么政党在今次大选内参选 OK 好了 放一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看看这张选票是怎样的 这张照片只不过是剪辑了 这张选票的其中一格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格 那你可以看到 在照片里面 你见到六个候选人 六个政党 加上一格空的 那一格空的 那一格空来做什么呢 待会和你介绍一下 那头那两个 就不需要多介绍了 你见到头那两个候选人 就是Donald Trump 和Joe Biden 特朗普和拜登 分别代表共和党 和民主党 Republican 和Democrat 那你知道他是谁 就不用多说了 那我开始由第三个政党 第三个政党 叫做LPF 是什么政党 LPF 英文叫做Libertarian Party Libertarian Party 是由1971年那时成立的 这次代表他们 有一个叫Joe Jorgensen 代表你各族 美国总统竞选 那这个Joe Jorgensen 是个女人 他应该 这次是第二次参选 上一次参选 是92年96年左右 就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参选 这次呢 就担政大旗 就以总统候选人的名义来参选 代表Libertarian Party 那么这个政党 就是这四个政党之中 比较历史长些 他由1971年成立的 这个政党有一个 一个国会议员 代表他们 是一个默泽根州的第三选区 的众议院 代表他们 这个人人有名叫Justin Amish 初头他就不是代表Libertarian 是由今年那时才转为 4月那时 就转为Libertarian 之前他们是代表共和党的这个人 那再看下去 这个政党就主要是主张联邦政府应该是尽量缩少 就不想扩大这个联邦政府 就想折弱一个开支 还有他主张是维护公民权益 还有他主张是维护公民权益 还有自由市场 还有想政府尽量少干预自由市场 主要是这个政党是政党来的 那下面那个 下面那个 叫做REF 叫做Reform Party Reform Party 是由一个Ross Perrault的德州商人 1995年那时成立的 Ross Perrault这个人也挺有名的 那时候他因为参选过 1996年的美国总统参选 而且他是自费参选的 他是一个德州成功的商人 他曾经赢过 尤其是1992年那时很多算票 有18%那么多 那时候都挺惊人的 那时候令人出众 他在950年就成立这个政党 主要的政党就是想打破 美国政治自由民主党和共和党 垄断的局面 就以为他是主要的政党来的 那他今次代表他的人 叫做Rocky de la Fuente 他也是一个德州商人来的 那再看下去 那再看下去 你看到一个叫做PSL的政党 这个就是先前说过 有些左傾社会共产主义的政党 那全名叫做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这四个政党是比较年轻的 这四个政党之中 这次有个Gloria La Riva领导 这个政党是2004年 由前身的World Workers Party 政党分支出来的 你听到这些名字 你都知道是比较左傾 因为他已经在大陆导致重重层间 戳家层利益的政党 他们主要主张就是想 把美国政治 停止所有的 献金 游说团体 不想美国企业干预美国的政治 你知道在美国每逢大选有什么选举 大企业游说团体都很活跃 去为政客筹款 所以有时他们会搞晚宴 一张餐券可能是几千人 甚至是几十万都有 政党PSL想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废除 不想企业干预美国政治 再看下去 因为这个政党香港人应该很熟悉 GRE是代表Green Party 绿党在欧洲很大势力 尤其是在德国 绿党主张环保反黑 美国的绿党政治势力不是很大 因为你知道美国一来是指大国 反黑就应该不会 还有他们这些油公司实力都很大 都不是很注重到目前为止 再生能源就不是很主张 绿党因为他想废除核武 也不是废除 想着重下再生能源方面的用途 所以就不太受企业的支持 在美国 所以他们的势力就不像欧洲的绿党那么大 这次由一个叫Hawie Hawkins的人来领导 过了美国的总统会选举 再看下去 最后一个叫CPF 叫Constitution Party 是什么来的呢 直役叫憲法党 这次由一个叫Dawn Black & Chip的人来领导 他们的主张就是想将美国的政治 尊重当时美国独立的时候 立国的精神 憲法的精神 其实是什么我都不太清楚 因为这四个政党之中 其实都没有什么人能够成功选举 不管是国会员也好 不管是地方选举也好 不管是国会员也好 都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了 在美国政治上 只不过是赔偿而已 那么这个协法党也不例外的了 那么 最后 有一格 下一格你会看到 就是Hung的 叫Right-in 就是 用来做什么呢 就 给那些投票人 譬如说 有什么心意的人选 譬如说 你个知道的朋友 认为他们有资格做总统 你都可以写个名字下去 这格约就是Writing 用途就是这样的了 再看回上面 有一些上面 可能你们没有留意到的了 就看到Hung那里 那时候写着 美国总统候选人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那里 有三个文 这一格 那里 有英文 很明显 那中间一格 就是President Visic President 是西班牙文 因为 有 美国 很多 港西西班牙文的 公文 那 最后一格 是什么 那一格 看得好像是法文 那是法文 那是法文 以法文为基础的语言 可以这么说 那这件事 就 海外华应该学习一下 可能 纽约州或者加州的选票都有些中文 但是 只不过是很局限 某些地区才会引诱中文 那 你看到 海地的人口 也不太多 而且移民也不太多 但是 你看到这个选票 也有 而 所以 想来知道 他们 在美国政治上 都 有 几十项影响力 好了 今次就说到 这里 你们有什么问题 就在下面 留言 希望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 下次见 拜拜